在上一集里 我驾驶着车和家的首款SUV 第三次的开始尝试穿越阿里北线 正式进入越野路况之后 情况不断的发生 最终我们被阻挡在了一个一米深的河边 过河成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关键就是帕杰罗自己费劲过去 然后如果说我再让他瞪着车和家的SUV的话 就有可能瞪不过去 瞪不过去的话就歇里头了 这是不浅 这一点都不浅 中间那个位置很深的 跟你那之前差不多 那很深的那个位置 并且这块比那块宽了将近一倍 这个位置 就这个河看着不 哎呦 比方这太宣了 不是 你那个导航如果 这北边不能绕过来吗 对只能是回到熊疤 熊疤 对 咱今天早上出发的地方 对 其实在我从浴甲地方就 哎不是 咱从压热出来呢 对压热出来这块只能往前去 往南上 这如果要回到压热这就复杂了 回到压热则那又开一天 路上就得睡在 晚上就得睡到这个边上了 哎呦 我是真不想往回走啊 这后面太远了 又一天时间回到今天起点 我的天 关键咱今天来那路太难走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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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咱还得夜里走 这事有点太烦人了 由于我们实在是不想再花1.5天 回到昨天中间路过的熊疤 然后再绕北侧的历青路 去往错秦了 那样的话各方面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决定放手一搏 用帕杰罗拖着车盒架的SUV过河 看现在条件 这条河最深的地方接近于一米 有低速四驱的帕杰罗 自己过着都有点费劲 车盒架的SUV是肯定没法靠自身的能力 直接通过这接近一米的河水的 如果只靠一条拖车绳 用帕杰罗来拉车盒架的SUV 有一个风险 就是一旦帕杰罗还没有上岸 但是车盒架的车已经到了河里 两个车都在河里 同时他没有拖动他的话 那两个车就直接都误在河里了 那这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们决定用两条拖车绳 拼出一个比河宽的拖车的长度 这样可以实现帕杰罗已经到了对岸的土地的时候 车盒架的SUV刚进到河里 这样的话帕杰罗在土地的拖拽能力 我们觉得应该能把车盒架的SUV拖过河 我们决定采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因为环带少了 所以幸亏这个帕杰罗后面有个钩 把这个钩 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你在干地上能拖它 省得要把你的河里拖它就惨了 我说一下 车盒架的SUV会比前面的帕杰罗快 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所以这个 但是还是俩人一块走 它快点是快点 然后至今你冲过去之后 千万别松油门 你冲过去之后一定要保持前油门 知道我跟你说停 你再停 OK 成败就在此一举 3 2 1 一起走 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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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油 赵阳给油 赵阳给油 执行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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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油 给油 执行 yes 停车 可以停 可以停了 这不走回头路 这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咱这一天开回去 我的天哪 当第一辆车顺利的过河之后 我感觉这是这辈子最爽的一件事 因为让我在这么烂的路上再往回走1.5天 同时再花一到两天的时间绕北侧的大路再走 简直太痛苦的一件事了 有了第一辆的经验 我们顺利的把第二辆也直接拖过了河 水都满到鸡盖上了 好紧张 好紧张 水都满到鸡盖上了 好紧张 是 我车头整个都插水里了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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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辆的话咱们得开几百公里回到昨天的熊巴那个地方 才能有去这个挫琴别的路绕开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这个这个人品还是不错的 有那种爆棚的感觉 所以啊 什么事儿都是相对的 真的 你拿一个更惨的事跟这事一比 咱们一会儿还得开一两百公里的夜路 这就不交事了 否则咱得开好几百公里翻回去 这我真是脑袋灯 对 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一集 主要还是因为你嘉宾选的非常合适 非常靠谱 就是他第一个电车过河谁开了 总之确实不错 确实还是挺可控风险下的 挺冒险的 完成了以后感觉很爽 对不对 第一次两个车过河成功 是不是觉得特别爽 对 有点意思 赶路了 又电拨了几十公里的土路 依然没到爬江乡 但这时候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小旅馆 老板拍 老板 能住宿吗 住宿以后 我看 没灯啊 这几张床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就这么多了 小旅馆的条件还算凑合 但这时我在纠结 是住在这儿呢 还是再往前走 住在爬江乡 还是继续再花两三个小时赶夜路到错勤 明天一整天睡个踏实觉 作为休整日 之后再走 我就再往那边走的话 你刚才说什么乡 爬江乡是吗 爬江乡 爬江乡 爬江乡那地儿大吗 爬江乡大吗 大吗 不大 就是但是能住是吗 能加油吗 加油 爬江乡能加油啊 行 那我们去那住吧 比如说那个 吴老师 下来加油 来 哎呦 嘶 都是土啊 慢点劲 慢点劲 有气 对 这个造型有讲究吗 可以 可以 拖着点 没事 插进去就行 这一桶多少是吧 三十 三十 全加进去吗 ok 换个车 你一点怎么样感觉 嗯 没问题 开玩笑了 哎 以后选这个嘉宾啊 就要选那种没有高反的 对吧 来了能干活的 虽然我的编号是废柴 哈哈 我们现在在爬江乡 这个也没找特别好住宿了 估计有四五个床位 这儿离错秦大概还有个120左右吧 要不然就现在 赶板就开过去轮着开 看看现在几点 哎 十一点 估计早上四五点钟也到了 明天 他是在错秦修整一整天 之后再 再走 我的车掉沟里了 他们在救我 郑阳这明显是赶夜路累了 没看见那个大坑 右后轮就掉进去了 我也挺自责的 挺后悔的 刚才应该让大家住的那个小旅馆 对付一碗 哪怕是爬江乡 我们不走 在车里睡一宿 也比现在这么狼狈的状态强多了 哎 三 二 一 走 两条 走 终于这是到了侧景了 早上六点了 这一路 哎呀 哎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 我们开了快一整天吧 然后我刚才手材里有听 我觉得大老师好像状态不太好 可能是白天淋雨换胎 冻了 估计是 着凉了 凌晨入住错亲大酒店之后 我就开始滴烧 这也是我这些年 在高海拔拍节目第一次发烧 我开始心里有点没底 但是呢 我又想 十分强烈地完成这次穿越 同时这么大的团队 又是很难得的电动车 白天上来都来了 但是另一个理智的声音告诉我 太多觉得自己能自己行的人 最终都是舌在 感冒及发烧引发的强烈高烦 肺水肿脑水肿 老是挂 外加上错亲往东 他的补给就会更困难 医疗条件就更差 一旦我的情况恶化了的话 我基本上就得挂在那个位置 下车真的是很难 经过我们仔细的权衡利弊 我们决定在错勤 因为寒露的身体终止 这次继续再往东的穿越 这次穿越只完成了 十全盒到错勤的这一段 所以我们就到了机场 这是第三次穿越阿里北了 结果又失败了 走之前我们非常充分地考虑到 车是不是会不行 路会不会断 这回这两点虽然都有困难 但是都克服了 结果没克服的是我自己身体 所以现在我哭笑不得 欲哭无泪 肯定还有第四回来穿阿里北 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趟 对于我来说的话 因为我是最在乎车 因为这次车家的第一款SUV 原型车其实还是我心里 还是挺多的不确定的 这一趟虽然也发生了 很多的小故障 比如说前刹车盘的护板 跟刹车盘太近 卡石头 包括后面的减震器的密封胶套 经常就突落到上面去了 这些问题 但是整体来说 它是撑下来了 我们这前50%的路程 比显向的要强 同时增程这种形式 加破油什么之类的 它还能持续的发电 给电机来驱动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有可能在高原 享受电动车的唯一的机会 你真是纯电的车 你没有个几千公里的续航 谁也不敢在阿里北 去开纯电的车 但是增程是可以用汽油 让我们感受到电动车 在高原的一个 非常舒爽的加速劲 所以这是我这次的 很意外的一个收获 郑阳这次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的海拔 然后就被我带到这么一个环境 结果还没完事 你感受呗 没有任何高原反应 是不是很开辟 来之前大老师跟我们说 大概每天也就四五十公里的那种搓板路 但是实际上 实际情况是 我们从试圈河出发以后 每天都在走搓板路 第一天有一些厘清路 两三百公里 第一天有一些厘清路 我印象里就我一直在颠 一直在这样 一直是这个状态 所以对车的考验其实还挺大的 所以我建议那种城市SUV到这种地方来 还是适当的做一些改装 两区的慎重 因为尤其今年西藏雨水特别的大 然后很多桥都被水冲垮 它会在旁边修出一个便道 那种便道就会坑洼 它就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两区的城市SUV慎重 然后我觉得时间段 能来的时间段 对我们这个季节算是雨季吧 雨季的末季 但是也不行 今年应该是格外的雨水比较大 对吧 所以我们也 大家在片段里也看到了 我们汤水什么的还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旅程还是蛮刺激 另外大家要注意吃饭和住宿的问题 住宿条件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艰苦 是很艰苦 要带一个睡袋 尤其我们住了其中有几次的晚上 我记得床都是臭的 睡袋主要用于格脏 就主要用于防止心理个样 他们这应该水 就是日常用的水不是很臭 所以也不可能会给你去洗被子什么 所以你闻到的很刺激 吃饭我比较遗憾你没带我去吃藏餐 对你别感受也挺好 因为沿途理论来说的话 大部分的都是藏餐 即小部分的川菜 即东北角的山东角的 基本上的组合比例就是这样 川菜比较多 对川菜比较多 好多四川人过来 藏餐其实我个人 及大部分的朋友很难接受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味儿 油泡熟的 然后相对来说面非常粗糙 所以你没体验的话 不是个坏事 你越说好越好奇 我再下回带你去吃 吃饭我觉得还得充足 带足自己的方便面 及一些其他的快捷食品 否则的话 有的地儿晚上真的找不着吃饭的话 你还能有一个补充 最后就是带去痛片 带去痛片 因为你的轻度的高反的话 症状就是头疼 头疼的话 你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 但是你很难坚持 带去痛片的话 就可以一定程度的抑制头疼 遮蔽掉你的轻度的高反 基本上我们这一趟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最后的最后就是 这一趟我们的后勤车 帕杰罗整体来说还是很给力的 没有任何的毛病 带着车和家的原型车 多少的人毛病 这个我们认 所以后勤车就一定不能有毛病 所以也推荐您来这的话 尽量开一些 不用自己费心 可能会产生一些小问题跟修车的车 这个真的很重要 否则的话高海拔又修车又遮革大个的 在节目里你看我们 这个4800米 雨加雪 零度去换胎 简直是太痛苦了 我的浑身发紧 低烧的感觉 也许就是从那天 因为这个雨水把衣服里面 冲锋羽绒服里面都淋湿了 也许从那时候就开始 OK 这就是这次的寒露游记 有遗憾 但是过程也挺精彩的 那我们期待下次的寒露游记 你还跟我来吗 来 你带我吃顿餐 遇得来 好 谢谢大家 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动调节啊 这是F 呃 A 呃 哈哈哈 哇哦 哎这可以 这可以 这可以 哎我插一句啊 大老师 那个昨天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压热呀 压热 那你知道英文名字是什么 英英文我怎么知道 这这怎么英文名字呀 Azio hot Azio hot 哎那我问你一个 那个这个夏天东京特别热怎么说呀 那必须得是Tokyo hot 哈哈哈 嗯嗯 嗯嗯 嗯 啊 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瞧这个体力 丝毫不费力 哈哈哈 现在吹牛B 待会该喘了 哈哈哈 好 行了 搞定 啊 拔出来 干嘛 这玩意是得拔出来 嗯 嗯嗯嗯嗯嗯嗯